台中县丰园市有个火锅店的老板林瑞耀 他跟朋友发生了口角 开着BMW百万的休旅车 拿着手枪武士刀准备要跟对方来一决高下 但是呢却在路途当中 他一次吸吸毒恍惚 误以为说后面有警车在追他 一个人就挽起了街头的追逐站 结果他撞烂了五辆汽车 然后在汽车逃逸 根据了多天的跟踪之后 警方在四号晚间将他弃捕到岸 而根据了解呢 林瑞耀的父亲是风源市的大地主 他根本不愁没钱 跟朋友出门也是非常阔绰 自己呢在台北投资火锅店 警戒好的时候 一个月收入有60万元 警戒差每个月也有30万元的收入 但是他却是仗着有钱有势 经常个人家发生争执 这一次呢 还这个疑似的吸毒狂飙 寻仇变成了气泻兆逃